12届亚洲电影大奖 周六在澳门举行颁奖典礼 张爱佳编导的《相爱相亲》 个人三项提名成为历届之冠 加上早已公布的《终身成就奖》 表扬他45年来 在不同岗位对电影的贡献 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 我拿了《终身成就》 可是我还继续 还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工作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很开心 虽然最后没有拿下 最佳编剧及导演 但张爱佳还是双喜临门 荣灯影后 带给我的就是一个机会 去谢谢所有的电影工作人员 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在公共场合去谢谢他们 影帝则是杀破狼贪狼的 港星古天乐 这是古仔首次封定 凑巧的是古天乐 首次被提名影帝 就是张爱佳导演的一个好爸爸 亚洲电影大奖 那不是代表我充足亚洲了 一定啦 绝对 但我很想说 这个奖真的不是我个人的努力 是整个团队的努力 今年的最佳电影是冯小刚的芳华 最佳导演是东京夜空 最深蓝的石井寓演 最佳音响颁给了大佛普拉斯 少女时代的润娥 则获得非要星星奖 其他还有颁奖人 林心如评审刘嘉玲 都盛装出席 以上是记者李景华 在澳门的报道 都监装 都监装